大家好,欢迎收看世界新闻 今天是2011年3月3号,星期四 我是关欣欣 我是马杰华 今天我们要报道的新闻是 最谋杀健康的饭后八件事 和多吃香加下甜早点起 开春健康要做好五件事 大家都知道饭食不健康可能会引发可怕的病症 但往往忽略饭后的一些小习惯 这些不起眼的生活漏息 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健康的致命杀手 第一个秋手是饭后吃水果 食物进入胃以后需要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消化 如果饭后逼进去水果 就会被先前吃的食物阻挡 让水果不能得到它应该有的消化 第二个凶手是饭后饮浓茶 饭后喝茶会冲淡胃移 影响食物的消化 长期如此甚至能引发缺铁性盆树 凶手香是饭后吸烟 进食后的消化到血液循环增多 致使烟中有害成分大量被吸收 这样会险害肝脏大脑和心脏血管 凶手四是饭后洗澡 饭后洗澡 体表的血流量会增加 胃肠道的血流量会上亿减少 因此肠胃的消化功能会减弱 引起消化不凉 第五个凶手是饭后放松口袋 有很多人吃饭吃过量时会放松皮带裤 但这样只会让胃部下水 凶手六是饭后散步 饭后散步会影响消化到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尤其是老年人会出现血压下降等现象 第七个凶手是饭后唱卡拉OK 吃饱后人的胃容量和血流量增加 这时唱歌会使隔膜下移 轻则引起消化不良 重则引发肠胃不舍 等其他病症 凶手八是饭后开车 饭后未尝对食物的消化需要大量的血液 造成大脑器官暂时性缺水 导致操作失误 春天到了 你会发现自己的精力越来越旺盛 心跳和呼吸也在不知不觉中加快 这表示你气血运行速度加快 五脑六服的新陈代谢也变快 在新的一年里 要想从春天开始给自己的健康开个好头 关键就要做好这五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饮食里面加点甜 最好在饮食里加点甜 可是这个甜不是紫糖和甜饮料等 而是土豆 山药 南瓜 南瓜和甘蔗等甘味食物 它们大多有健脾的作用 能保护被甘火过往所伤害的脾胃 第二件事情是 在太阳底下按头顶 阳光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尤其是在春天的阳光下按摩 能帮助滋润人的五脏 第三件事情是 打开电视看喜剧 春天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 忙碌一天回家 选择娱乐节目和喜剧片看 哈哈一笑 这是春天最简单的一个 保护体内的方法 第四件事就是 多吃香菌和香菜 像香菌香菜 这些有香气的蔬菜 都具有很强的作用 能帮助人的体内 春天要多吃温性的食物 比如姜 葱 和鸡肉 主神 豆苗 和豆芽等 也能帮助身体 而烧烧烤油炸的食物 而烧烤油炸的食物 只要小吃 天气干燥 阴起的干火旺盛 第五件事就是 六点起床 做早操 六点了 起床了 春季最重要就是早起床 最好就是六点 天刚亮的时候起床 早上迎着太阳 做早操 散步 可以让肝脏达到气血舒张的目的 做完操后 还可以用双手拍拍肋骨下面 让全身气血迅长 增强胃强消化的功能 他最喜欢的动作是 双手上举 弓腰 摸早尖 然后屈膝 站立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全身都能锻炼到 尤其是腰部 谢谢收看世界新闻 再见